这间南投草藤市区里的咖啡屋 是由超过半世纪的老宅改建而成 不同于一般的蛋糕和甜点 使用过多的添加物 这里坚持天然食材 可是让不少人专程慕名而来 其实常跟客人讲 我们家的蛋糕是不走华丽路线 也没有很浮夸的样子 因为其实天然的东西 你很难做到它很华丽 那它其实虽然没有很 就是很强颜的外表 但是它的口味一定是 就是最天然物添加的 因为我希望大家在吃甜点的时候 就是不会去担心到 这个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那我想要传递给客人的部分 就是我希望大家 就是多认识一些天然的东西 然后不要被食品加工的东西 所影响这样子 不像市面上的乳酪蛋糕 为了吃起来有蓬松感 而另外加入人工添加物 老板说他们家的蛋糕 可是完全不加一滴水 也不加任何面粉或香精 就连果酱都是选用有机水果熬煮 就是为了让客人吃得更健康 因为草莓真的有农药 那我农药用的是有机的 我一斤草莓四百多块 外面大概草莓一百块 一百多就有了 淡季的时候 淡季的时候一百块 所以我光草莓成本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为了不让客人吃得更浓药草莓 所以我坚持用有机草莓 虽然赚的比人家少很多 可是我还是想用 店里招牌的双层乳酪蛋糕 以饼干打底 先烤上一层重乳酪 搭配生黑可可 最后再盖上一层生乳酪 吃起来口感扎实有层次 法式水果千层乳酪蛋糕 则依季节变化 选择不同的五种有机水果搭配 吃起来相当清爽 除了甜点 咸派也是店里的人气商品 将法国传统的经典咸派改良 纯手工擀出的派皮 搭配有机马铃薯的内馅 口味既不会过重 又兼具美味和营养 会这么在意食材的健康 是因为老板夫妻俩 曾经有一对可爱的女儿 七年前 当时还不到四岁的小女儿Mina 因为背部和脚突然剧痛 被送到了医院后 诊断出罹患了罕见癌症 这让原本是唱片公司 业务主管的Kenny 决定放弃高薪 毅然辞掉了早出晚归的业务工作 和妻子Sammy四处寻找店面 开了属于自己的咖啡屋 不只是圆了一家人的梦想 更希望的是 能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女儿一起对抗病魔 那当然她生的病就是 一开始我们也 出所不及之间 完全不知道她是什么病 对 就是她是神经母细胞中流 而且是我们一到医院检查的 当天医生就叫我们要 就是马上办住院 然后就是说 她的状况还蛮危险的 我们也很 就是真的很惊讶 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严重 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检查 然后就接着直接 住院之后就接着治疗 她生病之后当然对食材上面 特别要求 因为其实她在做疗程的过程 其实我们就是真的 也不能再给她多余的负担 包括有农药的一些菜啊 蔬菜类啊 我们都会尽量避免 就是可能吃有机的食材 然后无添加的部分 所以相对的我们在 就是做我们家蛋糕的时候 也特别要求 可能每次进去医院 可能要治疗一个月 超过一个月 然后可能一月治疗 就是可能打药 打完以后等血球恢复 然后可能回来 休息一个礼拜到十天 然后可能十天休息完 又再回去医院 要继续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哇好多次的化疗 那每次一休息 那十天就是我们一家人 最快乐的时候 但经过四年的治疗和努力 米娜在八岁时 还是不敌癌症病魔离世 那四年真的很辛苦 很难熬 对啊 因为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走过来 你看我们一起努力 这四年还是这样子 你知道那种心情 是被打击到的 很像世界末日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哇真的 完全反应不过来 但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夫妻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会互相鼓励 我们互相给彼此正面能量 对啊虽然正面能量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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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我们只能正面能量 因为我没办法 负面东西在身上太多 因为我还有一个大女了 一家人互相打气走出伤痛 却碰上原本的店面租约到齐 于是夫妻两人找到了这间 已经有52年历史的老宅 重新装潢打造 不只食材重视天然 连建材都要坚持无毒 营造一个最健康的用餐空间 哇真的 有老有旧有早 我真的需要 我需要原本的屋主不要看到 可是真的哇里面真的很夸张 我们的所有的木头的部分 我们全部都除过甲犬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因为我就看到这个天津 给我很多不一样的能量 很舒服 真的很有温度 我觉得很亲切 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一个咖啡厅 是可以聊到内心这么深处的东西 而且是很自然 那其实我们都说我们这也是一个幸福能量的转运站 它给我们的很多使命 包括到我们后来现在找到这个老房子 然后跟很多的人事物的连结 其实仔细回想起来都是因为 还有一个比较的关系 当然她生病之后就是食材方面我特别的要求 一个初衷就是我希望大家吃到的就是天然不添加 因为像乳酪蛋糕部分 其实也是都是自己自学的 那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测试 那我的乳酪蛋糕最特别就是因为有双层乳酪 那所谓的双层乳酪 它就是有重乳酪跟生乳酪去做结合 这是一般外面的蛋糕吃不到 因为是我们自己独家研发的 有 比较扎实 而且不会因为我们怕奶味太重 总就是很自然把那个里面的荔枝 或是玫瑰或者是草莓的味道提出来 然后不会被气质整个盖过去 当然外面有很多蛋糕因为方便 所以会去买一些就是比如说浓缩的果酱之类的 然后也是会加很多添加物或者是防腐剂为了保鲜 但是我们都是纯手工自己熬的果酱 其实这样子的蛋糕做起来 有很多厂商也笑我说 哇 你这样做 第一个不符合时间效应 再来成本效应也不符合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这是我们家的特色 它的就是中间的那个木石的话 就是非常浮动很好吃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玫瑰花扇 就是可以使用无毒的 对 我觉得这还蛮安心的 除了就是有机之外 然后它们就有特地挑选过 包括它们的一些食料和食材来源 就是蛮能让它放弃的 除了蛋糕让人吃的放心 店里的咖啡也特别选用意大利进口的 用City咖啡豆 喝起来香醇滑顺 一味持久 这隐藏版的炙烧黑糖珍珠拿铁 可是熟客必点 老板Kenny也发挥美术专长 设计出一系列以两姐妹为主题的单品 除了衣服使用无毒环保染料 每个月还将商品所得 捐出5%做工艺用途 我觉得家人很重要 我家人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现在心中最在意的是家人 她这个微笑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规定 Mina在医院每天都要大笑 散散 所以Mina每次画土的时候 一定会画一个微笑 我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也在我手上 她就等于行事上了Mina 所以我不管现在不管人到哪里 我不管到哪边 我一定会带着Mina 我们一家人只要拍照 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把Mina拿出来 因为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喝杯咖啡 或是悠闲品尝一份美味的下午茶呢? 下回如果有机会造访南投草屯 不妨走进这间充满故事的老宅咖啡屋 感受一下老板一家人 对于餐点的用心 也满满的正能量 富刊栋新闻 南投报导 点不开 好焦虑喔 谁帮我解开一下好不好 真的要苹果啦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帐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趁现在免费 赶快订阅苹果新闻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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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